蓝衣奶奶的小包包快步走下楼边走手边翻 看看里头装了些什么好东西 果真找到了 这皮夹内厚厚一叠千元钞 像是招刀宝赶紧塞进口袋内 再将这包物归原主 也就是他的雇主 因为近两周房子需要施作屋顶房楼工程 因此才请了廖姓老板来帮忙 对方担心一个人坐过来 索性在聘请临时工 没想到会硬来扫偷 我要交给他的工程款是十万 然后再还没有交给他 不能交给他的话 都已经不见了 廖姓工程行老板 接下新美食宣坑这属工程后 却怎么也找不到工人帮忙 因此才会上脸书寻人 19岁协行嫌犯 当时主动应征 态度积极 这个月5号开始上工 到了8号来第二次 没想到就动起歪脑筋 趁机偷走老板 25800元零用金 之后开始搞失踪 警方实现调语监视器 锁定车牌号码 要将人尽快通知到案 不过对工程行老板来说 真的是用信任换来失望 疫情期间工人已经够难找了 还想说要给年轻人一个机会 好好培养 没想到现在会让自己吃上大亏 TB月新闻 欢迎个随欢新闻时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 TBBS News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同时用手机下载 在TBBS新闻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交点 等你哦